我們看這一題 我們來看看 這個函數可以表成什麼樣的 初等函數 什麼樣的負函數 我如果說 我f 的話 x 把它叫做什麼呢 叫做這個是 4倍的sine x 或者說u好了 u 這樣子 事實上這個也不算是初等函數 因為這個初等函數的話沒有這個係數 這兩個初等函數它的相乘 然後這u的話 我可以把它寫什麼多少呢 根號多少呢 根號這個 x好了 根號什麼呢 根號x的話 或者是這個把形的x 好了這樣子的話呢這個就可以表示成多了 表示成喔 4倍的sine 然後多少呢 這個我們叫做z好了 zx 可以這樣表示 可以這樣表示 表示成多少呢 表示成z 然後1 加 zx x 這個是sine 這個是sine 就是說y的話就變得很快 這是f f 可以這樣表示 x 這個也是一個負函數 只是說 裡面的 裡面吼 還有那個函數它是什麼呢 有經過四則印算的 我們帶帶看 因為gx等於這個嘛 所以這個的話 f的話呢 是等於這個 所以4倍的 sine x x x的話就帶這個啊 這個的話呢 是什麼呢 這個z的話 就根號 根號 e加多少呢 z z的話就根號x 根號x 那這個就是 他要我們求的嗎 這是x 是t還是x 這裡他是寫t t啦 那寫t的話 所以這裡是t 那這個zT zT的話呢 是等於t 這樣子 好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就是這樣t啦 不過的話呢 沒有滿足他的要求 好那我們現在滿足他的要求的話 我們就不滿足這個 我們只要求滿足 這兩個條件就可以 那麼除了這兩個條件的話呢 那我就 fu的話 這個什麼呢 這個y 等於這個fu 這u 那u是多少呢 u是4倍的3u 然後的話呢 這個 u 等於Gt 等於Gt Gt 那這Gt的話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根號多少呢 e加 根號t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就是他要的嘛 y等於fu嘛 u等於 gx 或是Gt嘛 這裡是t 好那這樣的話就是這樣子 這兩個就是了 你可以把u呢 帶進來 u帶進來的這個嘛 這個滿足嘛 不過沒有要求 沒有滿足他要求的基本 出等的函數就是了 好就是這樣子